德国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法兰克福 纪念720法轮功反迫害21周年 到年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 黑森州政要发来信函声援 赞配法轮功学员的坚韧和平反迫害 谴责中共暴行 从1999年7月20日至今 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长达21年 全世界亿万法轮功学员走过和平理性的反迫害历程 在法兰克福市中心塞尔大街 法轮功学员的纪念活动格外引人注目 来自德国北威州的法轮功学员 Eva Marie Schiffer 21年来 坚持利用一切时间向德国民众讲真相 法轮功学员inde 法轮功学员 我曾经在法轮功赛了, 所在我的压力发现 这是非常好看的, 这种心态度,非常好, 非常生气, 非常好的, 非常非常健康 这种动作, 这种动作, 才能继续被保持养, 保持自己的信心, 也不会继续得到的 我们直接对着做了什么 我2003年又在丹丹丹, 并又来到丹丹丹, 我们在试图里面建议 来自巴巴列亚州的法轮功学员, 巴特·赤斯曼出生于医生世家 他本人也是一名医生 他从上中学开始 就对东方的各种修炼法门感兴趣 一本奇书《转法轮》让他认识到 这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最完善的修炼法门 为了揭露中共欺骗国际社会的谎言 Walter利用了所有的业余时间 去参加讲真相活动 我们当时有关联络的资源 我们当时有关联络的资源 从Berlin到Genuf,ONO,Hamburg记忆 Nürnberg,Frankfurt,Würzburg 全是有关联络的资源 我经常有关联络的资源 这组织的组织 从我的中心里 我必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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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德国法轮功学员 纪念反迫害21周年之际 十位来自德国黑森州 五个党派的欧盟议员 联邦议会议员 州议会议员 及法兰克福市议员 发来声援信 赞美法轮功精神 表达对法轮功学员 21年来 坚忍反迫害的敬佩 强烈谴责 中共侵犯人权的暴行 中共侵犯人权的 新台人记者杨慧,杨九思,德国法兰克福报道